各位老师好 那现在要邀请大家跟我一起使用英才网以及classroom来进行我们现在的备课工作 那一开始可以先怎么做呢 现在的高年级呢 五年级跟六年级都大概会进入一课议论文的部分 那五年级我选择的是康轩的果真如此吗 六年级则是康轩的追梦的追梦的追梦 那就请大家一起来跟我试试看吧 首先我们登入英才网的首页 那因为在一课论文的部分呢 我想要先派遣一个组券来作为一课论文的前册 所以要先到任务管理组券模组 好这里来新增组券 我要选择的是语文 能力指标109全年度第一学期 好选择的是五年级 阅读能力 好用这样来作为我的议论文前册的 段落议论文前册券 好再来我要选择放在康轩国语 五年级的第十课 好我就要储存新券 好再来再来做一个后测券 好五年级 阅读能力 5-3-05的 段落讯息议论文 好这里我刚刚挑了前三题了 所以现在就挑第四题 第五题 第六题 断读议论文也是一样 刚刚挑前三题了 现在就是第四题 第五题 第六题 好断指议论文 好先挑过前三题 这个是我的段落讯息议论文后测 我要把它放在康轩五年级的第十课 好储存新券 好我现在制作完两份考卷之后 我要来组券上锁 选择国语文第二学期的 这两张卷 好我想要再编一下 应该是1090年度第一学期 康轻择国语文第二学期 康轻择国语文五年级 好这里少一个卷 好储存新券 好这里上锁 好上锁完这两张之后呢 我就可以先来指派我的前测任务 请到单元诊断测验 国语文 康轻的五年级这里 选择我的前测卷 好我就可以来指派我的前测任务了 好指派完以后呢 我要请孩子去观看那三个知识结构任务 也就是国语文 能力指标 五年级 阅读能力的 5-3-05的 13 14 15这三个任务 他们也就是 5年级 段落 议论文 影片 好 然后就可以点选完成 好 接着到首页来看看这两个 5年级段落 议论文 影片 以及5年级的 段落 或议论文前测卷就指派完成了 好 接着呢就可以等学生来观看这个影片了 那再来我们可以在classroom做什么事呢 好 因为这一次的五年级议论文上的是果称如此嘛 所以我们首先呢 可以利用我们的classroom账号 登入我们的classroom之后 这是G Suite账号 登入我们的classroom之后呢 来创建一个关于议论文的课堂 好 可以在这里选择加建立课程 就可以建立课堂了 建立完课堂以后呢 可以做什么事呢 可以知道 这一个课堂的页面这里 有课程代码以及MIT连结 只要点选创建MIT连结呢 会出现一段的连结码 只要参与这一堂课堂的学生呢 就可以同时利用这个连结码 进入同一个会议室了 好 紧接着我们还可以设置课堂作业 好 我今天先设置一个 关于音财网段落大意的课堂作业 好 我给予他们一个文件档 让他们来撰写这个段落大意 好 我现在选择的是论据段的段落大意 好 我留了中间所有的论据段 要请学生们来撰写 这一段的段落大意 好 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底下 写他们自己的段落大意 是什么 好 写完之后呢 就可以储存送出 就可以完成这样任务作业了 好 现在来讲一下 那六年级的部分可以怎么做呢 在音财网的部分呢 可以再做一次刚才的这件事情 好 因为段落意论文影片呢 就是在五 五支三支零五的那个部分 所以我就不另外再说明了 那 接下来就要来讲解 那在课程这里怎么样 建立一个新的六年级的意论文课堂呢 首先可以点选加号 点选建立课程 好 课程名称也可以打意论文 好 单元名称呢 就是 第六年级的这一课叫做 追梦的翅膀 这里 科目呢 是国语 教室呢 可以是六年级 好 点选建立 目前正在建立中哦 好 那 首先要先说明 怎么样邀请学生进来呢 请学生下载好 Classroom的App之后呢 请点选课程代码 请让他登入Google账号 复制这个邀请连结 就可以进入这一堂教室了 好 那怎么样跟学生一起开一个工作的Google Meet的会议呢 这里点选产生Meet连结 好 这一串这个连结码就可以和学生一起 同时利用远距教学来和学生做直接的互动了 好 好 点选进去之后呢 如果学生需要的是 课程代码 好 请可以直接立即加入这一个这一串课程代码就可以了 好 再来 那如何指派课堂作业呢 首先可以点选建立 点选作业 好 那我需要学生 我们先撰写关于六年级的这一个追梦的赤膀 好 这样就好了 那我就可以点选建立 点选文件 好 再来我就可以请学生 在这一份文件上面 撰写 好 我刚刚已经设计好一份学习单了 好 我就可以请他们完成这样表格 这里 追梦的 好 我就可以让他完成这样 我的文件 Google文件的表格 好 那这份文件呢 我帮他们设计了 有关于段落讯息 段译跟段子的部分 在最底下的部分呢 也帮他弄好一个偏译的表格 并且在左手边这里 希望他可以分出这篇文章的结构段 好 那这样子 这一份Google文件就设置完成了 那我就只要按出作业 这份作业就出完了 如果我还有其他的成员想要邀请 一起加入其他的老师呢 我也可以点选成员这里 点选加号就可以邀请其他的老师 如果还有其他的学生呢 点选加号也就可以邀请其他的学生了 并且老师可以在成绩这里 观看老师出过的作业的各项成绩 好 这个就是五六年级的 一论文的部分的备课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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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